這個東市抽水站這部分 我們如果怕大雨來的時候 連四座抽水機都不夠的話 我們會移動式的增加一個 大型的一個抽水機 每秒0.6噸 會放在這個外面這邊 來到東市抽水站 市長謝國良 聽取公務處長陳耀川簡報 一個抽水井 都有兩台馬達這樣交替 可以用牆的水平 就可以重過現在 壓力的幾歲的情況 實際視察抽水站運轉情形 針對凱米颱風來襲 又遇上大潮 擔心低蛙的一路信五路會淹水 市長謝國良要求公務處 被妥抽水機全面防台 比較容易就是有漲潮 或者是淹淹水的區域 那在這個部分 我們也會提高警覺 有必要的話 我們也會請這個住戶 特別的提高警覺 有必要的話 也有可能要從居住的地方遷移 但是那個是萬不得已的時候 才會需要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會隨時在這次的颱風的過程中 待在應變中心 我會盡可能的多花一點時間 待在應變中心 然後隨時看看災情的變化 市長非常關心抽水戰的功能 我們要正常其中之下 我在這邊也要呼籲 基隆的市民朋友 因為基隆已經有八九年沒有颱風了 那這次颱風來襲 預估一定會親戚北台灣 那麼我們基隆也首當其衝 那我在這邊也呼籲市民朋友 市政府該做的防範工作都已經在進行 請大家放心 那也希望市民朋友要做好 自身的保護工作 請大家多做一分防台準備 就可以減少一分防台的損失 那麼最重要提醒大家 第一個 盡量不要到海邊到山邊遊玩 避免發生土石災害 那如果颱風期間 市民朋友 你有發現有停水缺電 淹水或土石的災害 請盡速的撥打191 向市政府反映 基隆市政府的防災準備中心 已經成立了 我們希望這次的風災 在大家共同的防護措置下 能夠把風災的損失降到最低 那港湖離位於地瓜地區 前幾次以颱風淹水的經驗 造成我們1.1路 姓氏路 姓五路 姓六路 包括護衛市場那次 造成很大的一個 民眾的一個災害 經過南議員的爭取 就做一個排水大的一個香含 但是有時候雨太大的話 還是來不及的宣洩 也希望說我們這個抽水站 隨時能夠保持高度的警覺 凱米颱風來襲 公務處各抽水站 廠商都已經進駐 全力戒備防止激淹水 記者黃少民集中報導 谢谢大家